作家李昂 日前引發的這個爭議 就是他批評年輕人做博愛做 不讓做 害我昨天搭工作的時候 看到那個博愛做困在那裡 我也是一個 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去做 你知道嗎 但是因為我昨天 你也知道 就是我陪大家三個小時直播的那個 那個亞運的開幕 真的太累了 所以我昨天還是做了博愛做 因為我真的很腰很酸 那李昂今天再度發文 因為有朋友認為有個資的問題 所以他就把他當時 指控的這個女乘客的照片刪除 不過李昂怒轟 有電視新聞報導 他把之前公審的文章 以及後續相關回應全數刪除 他表示沒有這件事情 不知道記者的消息是打哪來的 這實在太惡劣了 李昂接受平面媒體訪問的時候 也表示 這邊報導太惡毒了 根本就是發佈不實的消息 既然這樣的話 那大家就來啊 來罵啊 我沒有在怕誰的 揚言還會找律師處理這件事情 不過只是個讓位而已 還要找律師 是不是要這樣浪費司法資源呢 好